日圍威斯博 同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日的节目 大盘今天是礼拜五 今天跌了132点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个重挫的格局 盘中最低跌148 今天收盘的时候 稍微跌少一点点 但是还重挫132点 这一波大盘涨1378 拉回776 反弹600点 那目前连续拉回两根黑客棒 当然造成市场的恐慌 尤其今天台积电跌停板 大立光跌停板 市场大概一片啊 这个慌张了 怎么突然连最赚钱的公司 最高股价的股王都跌停 电子股后面还可以买吗 很恐怖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台积电跟大立光的跌停 是市场最恐怖的地方 那我们看到台积电大立光 没有台积电是台湾最赚钱的公司 钱赚最多的公司 为什么连这种好公司都会跌停 我相信对市场造成的震撼 一定非常大 因为台积电今天跌停板 当然这两个股票 可以说是外资持股的公司 因为外资持股高达80%以上 那我们说台积电跌停板 一定会对电子股产生很大的压力 尤其股王又跌停板 大立光今天也打到跌停板 来我们看大立光 目前它在这里 代表什么 代表从5月10号左右 买进的筹码到现在全部套牢 当然今天跌停板 这么大一个套牢量 对大立光后市一定相当不利的 我知道大立光 很多人可能去买 因为它是有钱人买的股票 一张将近100万 散路是不会买的 那这两个股票今天打到跌停板 很可惜 这是我今天话给会员的口讯 9点16分50秒 哇一早就跌停板 总统会员的 公和大立光打到跌停板锁住了 为什么公和 因为我放空 我当然公和 公和大立光打到跌停板锁住 867 昨天会员是954空的 今天跌到867 已经赚87块了 将近100块了 100块 100块就是一张100万 一张10万块 那我们看这一档股票 已经跌87块了 一不小心就要赚100块了 或许你礼拜一再看到 已经100块了 这13块就100块了 昨天空 今天就跌到这里 已经赚87了 哎呀太深准了吧 同学们 这一档股票 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 不是今天跌下来在马后炮的 来我们看重播带 到底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 大立光你不能去买 来大波请 来大立光 这什么格局 高档出现三个反压 这是我在盘中10点12分印的 当时什么格局 你可以看一下 高档出现第三个反压 股神线两线跌破了 所以当时954块 你觉得这个地方是买点吗 我当时是10点12分13秒印的 954 那我们看今天收盘剩下多少 来电脑 今天收盘剩下932 头这边 硬生生 如果你没有跑 你又赔掉2万2了 又跌了22块 从我这张图考到今天收盘 又跌了22块 第三个卖讯出现了 所以你觉得你追到这里 你会赚很多钱吗 会不会为了赚一片牛肉 输掉一头牛 这是你要思考的 懂意思吗 好 头这边 昨天没有讲 讲得非常清楚 对不对 来 这是我昨天盘中印的图卡 当时954块 时间10点12分13秒 那我们看当时我说什么 大力光转弱 空他 建立我的会员放空大力光 刚刚重播带 你也看到了 来 昨天传承稿 礼拜四传承稿 每个会员都知道 我已经放空大力光了 大力光 6月24日要开始到今天 总共出现三个卖讯 同学朋友 所以你看一下 线形越来越弱势 两条负线转空了 代表它已经成为一个 弱势格局了 有没有 这是我昨天在会员传承稿里面 交代的 今天不好意思 昨天空完之后 954空的 来 今天跌天盘 867 867 哇天哪 你看这是不是 所有买进筹码全部套牢了 867 867 我们已经赚87块了 同学朋友 我昨天有没有跟大家提醒 不要 为了赚一片牛肉 输掉一头牛 你看大力光涨到快1000块了 不要为了赚一片牛肉 表面上面空间有限了 你去输掉一头牛 等一下也是不得了了 那今天什么格局 来特写 昨天三个卖讯 今天第四个卖讯 123 昨天看到了 今天第四个了 三线跌破转空 后面怎么看 我想我就不用再讲了 三线转空很少有好下场的 很少股价能够再有什么好表现的 通常都是跌得稀里哗啦 那我们看完大力光 我们再看其他的 比如说联发科 最近很多人去套到联发科 套得非常的惨 为什么张一鸣 不会跟你说去买联发科 为什么 买特写 这转空啦 这不是今天转空 一个多月钱就转空啦 有没有卖讯卖讯转空 不是跟大力光一样吗 所以你看这样跌下来反弹 反弹有翻多吗 没有啊 根本没有翻多啊 所以你再去买到这个地方 你又错了 蹦掉下来了 今天317了 所以你看这样373 得到今天317 最低315 那你买进的筹码 头有没有你看这不是全部赔钱了吗 那你看到这个有三线饭多的架构吗 没有啊 那没有为什么人家带你去买联发科 打他屁股 头有没有这不对的 那如果你这样每次都是买一样空头隔取股票 你告诉我你有多少钱可以输 我相信你输一次每次心里都很痛 输一档股票 五十块就好了啦 你买十张你就要赔五万了 赔五十万了 那一档一档五十万 一档五十万 两档一百万 你一年你要赔多少档 那今天他会去买这种空头隔取的股票 请问他是看得懂还是看不懂 他一定看不懂 看不懂去买这种股票 那下一次你买的股票又来了 又是这种格局 你真的有那么多钱输吗 来 有人说很多人去买圣华 为什么圣华不能买 这是空头隔取怎么买 所以你去买的圣华很简单 你只有赔钱的份而已 包含 其包含是一样 请问这什么格局 这空头隔取啊 所以你买进去之后 今天跌停板 他说怎么样 你是不是要缴很多很多的学费 那你有没有觉得 你缴这个学费缴的不值得 你也不开心 你也不甘愿 为什么 空头你可以避开 你干嘛去缴这种学费呢 电视面板6月出货 大衰退 天哪 大衰退 看电子时报 这是法人在看的 这今天电视时报 面板低价风暴成形 触控也倒霉 对不对 面板也惨 触控也惨 原来面板跟触控好像都有点问题了 你今天知道了 头面好像有点来不及了 对不对 面板6月出货 这昨天报纸啊 大衰退 但是当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对不起 他要送你一根跌停板 有没有 甚至今天还要再跌停板 有没有 昨天在这里了 拉伙已经33%了 那请问这格局到底什么格局 这立空是昨天形成的吗 你是昨天看到报纸没错 可是你觉得这立空是在这里形成吗 还是在这里就有问题了 那如果你这里知道会不会比较好 还是这里知道再来跑 你这里知道来不及了 你就要赔很多学费了 那如果你的高档 就知道这里有问题了 赞 对不对 给他按100个赞 可以 赶快跑 在这里就跟你讲赶快跑 当然这个不会了 因为这又不是股成系统 股成系统有 真的吗 注意看 头刚刚这张图 哎呦 真的有耶 特写 是不是高档只要叫你跑了 那你报这种股票干嘛 朋友们你告诉我 你报这种股票你不赔钱才怪 这不是三线转空的吗 今天一步小心 差一点又一根跌停板了 股价已经跌得不成人形了 哇天啊 今天跌到13块了 那你回想 特写19块6你为什么不跑 你在这里跑掉 你看多漂亮 卖得多漂亮啊 那你这里跑一张 那多赔6万了 6万是多少 三成啊 你1000万如果去操作这种股票 你已经赔到300多万了 一档而已哦 有没有 这什么格局 这空头格局啊 所以叫你们空头格局的人 你觉得他是 他是不是故意的 有人问我说他是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不是啦 我觉得故意的成分比较少啦 通常是专利不足啦 这种股票为什么不能买 趋势往下筹码凌乱动能不足 你买这种股票怎么会涨 那你买这种股票是错的 懂意思吗 那一龙店今天跌停板 那我们看到一龙店跌停板 哇天啊 一龙店哦 来一龙店 那你看一下 哇 好惨哦 已经跌到三成多了 刚刚的群创也跌了38% 今天是9号也跌38%了 群创也跌面板 触控也跌 原来报纸是这样写的 没错哦 再看一遍 今天的报纸 电子时报 面板低价情城 连触控都倒霉了 对不对 所以面板跌乱七八糟 哇 群创跌38%了 你去买群创是错的 对不对 为什么是错的 我刚刚讲过了 因为那什么格局 它是一个空头格局 所以你去买群创 你一定赔钱了 已经跌掉38%了 那一龙店呢 也很惨 跌到31%了 那请问一龙店什么格局 今天要跌停板 什么格局 看一下股程系统好了 哇 天啊 转空这么久了 怎么转空这么久了 张一鸣你都没有讲 你怎么知道我没讲 那如果我高档跟你讲 你不跑 那你就你要打屁股哦 我什么时候讲的 我6A11讲的 只是当时我把股票盖起来而已 真的吗 6A11号真的有讲嘛 在这最高点附近 你待会注意看哦 会这样哦 这边会卖出信 那出信就在这里 那线形是这样 你把它记起来 待会在这个点 你看我怎么讲 一龙店 来导播进冲播带 看得懂 你就一定来得及 比如说 这两股票涨到这里 高档开始出现 一反的啊 开始三线跌破 请问你在这里卖 来得及吗 你告诉我 怎么可能来不及 这也是几乎最高点 怎么来不及 但是你知道 这什么股票吗 这可能是你的股票 那你不知道你怎么卖 你搞不好 就等它上涨 这个也一样 这来得及吗 这绝对来得及啊 这一段 当然做多 它这里就是要卖 就这么简单 有没有讲 刚刚讲是不是这两股票 这一段就是玉龙店 有没有 只是我把股票盖起来而已 所以转空了 你不跑 那后面当然伤害很大 这是6月11号的重播带 今天当然不是6月11 今天7月19号了 经过了一个多月过去的 天哪 当时77 现在55 77减55 一张差22块了 当然这20天 这40天 这将近50天 我也讲了很多次啦 玉龙店是不能买的 那你看这样一差一张又2万2了 你买10张你22万又不见了 头这边哦 你一张差20万 一张差50万 一张差30万 你真的有那么多钱赔吗 你真的每一次都愿意买这种 空头格局股票 然后赔了一屁股 然后再也伤心后悔吗 你愿意吗 所以有人在说张艺民 你的货用好像都比别人 稍微贵一点点 如果准是合理的啊 如果我今天来参加会员 张艺民来参加一个会员 我一定要买最准的 那个便宜送给我我都不要 拜托啊张艺民 你来参加我的会员 我倒给你2万块 我不要 为什么 一张股票一张就赔20几万 你买10张就赔20几万了 那便宜有什么用啊 你告诉我 你是要便宜的还是要准的 你告诉我 他这边你好好想一想 你参加会员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要便宜的嘛 那带你买错 然后赔了屁股 然后让你伤心痛苦难过吗 你要这种吗 空头格局也不跟你讲 然后每天爆空头格局股票 探评加码 本来套1张变套10张变套50张 你要这种吗 如果你要这种 你赶快去找别人 都很便宜啦 那不要后悔就好 来 可乘今天的跌停板 我们看一下可乘 哇 怎么跌那么深 头怎么样 那请问这两股票到底有什么问题 来看一下股程系统 哎呦天啊 1 2 3 4 原来高档已经出现四个反压了 已经转空了 那请问这两股票转空 我有没有跟你讲 那如果我跟你讲了 你不听你要怪谁 我到底有没有讲 吹牛没有用啊 不要跌下来说每档股票都有讲了 不是 真的有讲吗 导播请进重播带 滑硕不好 合硕一样 一样 转空了 不要去追 不要去碰 可乘呢 一样 高档三个反压 现在第三线 第四个反压又出现 曲线都跌破了 后市 看绿了 来 刚刚重播带是放可乘跟合硕 我没有跟你讲 有啊 不是先跌停板 可乘我讲了 大家吹牛 对不对 我早就告诉你了 这股票不对了 你应该要走了 你该走的时候就是要走 不走你后面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 合硕跌停板 礼拜四昨天 有没有 订单流失了 合硕倒地了 礼拜三也跌停了 来看一下合硕 你看 双双双两根 两根下来你想跑 已经来不及跑了 那为什么高档你不走呢 不是早就转空了吗 12345 早就转空你为什么不跑 一定要等两根跌停板 你再来后悔 他这边 做股票应该不是这样做的 那如果你做股票是这样做 请问你怎么会有赢的机会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股票跌停板 看到我们看画面上的大力光 宏达电 待会再放宏达电重播带 可乘 益隆电 群创 这些都转空了 当然不是只有这些而已 今天跌停板的股票就这么多了 这些股票我都之前跟你提醒过了 如果今天没有提醒 只要你这事后在那边吹你 那我没有存在意义 刚刚从不带你都看了 我没有提醒 有啊 那你有没有听我的话 同志朋友 你今天的损失 你如果听我的话会这样吗 我相信是不会 因为我早就跟你讲转空了 早就跟你讲这种股票我不会买 甚至有的股票是我放空的 大力光就是我放空的 那你怎么操作我不知道 你做对的没有我不知道 我需要你做对 如果你是我的观众 那我更需要你做对 为什么我们之间会有一些落差 我叫你出你不愿意出 我跟你讲转空你还在那边犹豫 因为你在看我节目 你在看别人 每个人在看 看三五个八个 那有的讲多有的讲空 你就昏了 对不对 不晓得怎么办了 那一定等跌下印证好 你再来后悔 我觉得太可惜了 前两天我去啊 长庚医院 这个看诊 因为血压比较高一点 那我就去看长庚医院的 叶申舟叶教授 这个长庚大学教授 那有一个 当然叶教授很难挂号 因为每次都额满 然后有一个小姐 我认识的好朋友 她就帮我挂号 陈小姐就帮我挂号 想个办法 帮我跟教授讲 不挂在最后面 我当然挂最后我就在那边等 那个陈小姐看到我 现在跟我聊聊天 张老师我跟你讲个小故事 说好啊 什么小故事 反正我在看诊 等诊 没什么事情 我跟你讲个小故事 然后前几天我去参加一个 这个演讲 假如300块费用 那个大师啊 是个命理大师 他很准 然后演讲完 他就可以发问问题 每个人只问一个 然后他就举手发问问题 他说他问他说 他妈妈的身体好不好 我问这个问题 他很孝顺 那问完之后 他当然得到他想要答案 那另外有人在问什么 问财运 旁边就有人说 我问今年财运好不好 那个命理大师跟他算一算 你今年财运非常非常好 我一听完之后 你大概都经常要电话 先生你抄个电话 通打电话给他 给他干嘛 因为跟他说 今年他运势 财运非常好 每个都要电话 你买什么股票 这个陈小姐打去 你买什么股票 结果这个先生就跟他说 买股票 风险很大 你要很小心 买股票 建议你 一定要看 别人的分析师的解盘 那陈小姐就问他 那你要看哪一个 他说 我建议你看张雨明的 这绝对不是我编的 他说 我建议你看张雨明的 因为我觉得 看了这么久 投顾节目 只有张雨明 真的会照顾散户 张雨明 绝对不会拿 欺骗的东西 解盘 真的跟散户 站一边的 只有张雨明 你要每天看他节目 这个我讲 我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 投资人支持 我很高兴 但是话说 你看今天的盘就对了 这么多敌挺的股票 我们先跟你讲 我都先跟你讲 可是你可能不听 最后你造成损失 再后悔 也有人去参加便宜的 最后缴一次费用 缴得很便宜的 过几天还在缴一次 还是不准 要赔更多钱 赶快回来 还是找张雨明 真的很感动 但我们看到今天跌停板的股票很多 今天大盘跌130几点 台积电 大力光 宏达电 全部都跌停 那请问你们涨停板的股票 有啊 有啊 今天大盘跌了132点 涨停板了不起 天哪 跌130几点还可以涨停板 建汉 涨停板就算还创破断新高 建汉 天哪 这档股票不是张雨明前几天讲的吗 大盘今天重挫132点 他还可以创新高 还可以涨停板创新高 建汉 头的边 请问建汉是不是张雨明前几天告诉你的 真的吗 吹牛没有用 来导播请进重挫带 那好的股票在哪里 有啊 刚不讲了吗 建汉吗 有啊 他不涨停板不是三线泛多了吗 头的边 所以要买什么股票 很简单 一定要买三线泛多的 头的边 看到这个重挫带你们很感动 我没跟你讲建汉 有啊 不是涨停板就说这是我的 不是吗 是不是早就跟你讲了 有没有 为什么讲建汉 这不是三线泛多的股票吗 头的边 当你看完建汉三线泛多创新高 你再比核硕 天啊 这空头格局 这三线转空 那你怎么可以买这种股票 头的边 你再比可乘 天啊 这三线转空 你怎么去买这种股票 所以看完之后 你真的会很感动 原来建汉是我告诉你的 哇 涨停板 为什么跟你讲建汉 哇 原来是三线泛多的 所以现在都要买什么 要买三线泛多 不要去买三线转空的 你真的有这么多钱赔吗 我不相信 建汉是什么 鸿海集团的网通题材 鸿海要接受司机了 对不对 去申请 竞标证照了 那鸿海到底玩真的玩假的 我的研判啊 玩真的 为什么 你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 你可能看到这个建汉 我叫你看细部的来 建汉公布董事 异动了 鸿海集团啊 派去了 派去谁 派去两个董监事 包含这个谁 这鸿海已经的副总 林志平 还有另外一个网通事业群的副总 叫吴宗和 派出两个高手 去担任建汉的董监事 所以你说鸿海这次网通 玩真的假的 我觉得是玩真的 所以建汉涨上来很正常 头的面 来 基亚今天的报纸 基亚甘来新料 明年通过哪 哪 可能要拿到 基亚要做什么 H1N1 H7N9的病毒 的那个疫苗 大盘今天重挫 基亚今天差一档涨停板 哇天哪 这什么股票啊 基亚今天192.5 差一档涨停 基亚 哇天哪好漂亮 但这段不能买 这买的是中奖 我们来套 到了这里 这是昨天7月18号 183 对不对 183 很漂亮打一个圆形底 我这段我一张都没买 到这里 昨天开始买进 基亚183买进 特别会买的 来今天 差一档涨停板 192 183到192.5 那一档要再贪一万了 大盘今天中错了不是大涨 同学朋友 为什么买基亚 哦 原来已经开始打 这不是不能买了 这空头格局 来到这里开始 特写 三线翻多了 买进去要出现 那你不买这里要买什么 183 请问今天是183吗 同学朋友 183买进的 今天多少 再看一遍 192.5 将近一张要赚10块了 同学朋友 看完之后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今天盘是大跌 我这很多人套了 很多人受伤 你买的股票 可能也没涨 还一直在破底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买到空头格局 要避开你没有避开 你没有买到鸿海 你没有买到基亚 为什么 你可能看不懂 很可惜 股票市场有的是机会 这个机会总是留给 准备好的人 我准备好了 或许我做得不错 如果你做得不错 你也准备好了 恭喜你 那如果你做得不顺利 没有关系 我们一起来赚钱 把电话打通就可以 进段广告再回到现场 你应该选择安全的方式 开车不分心 你我都安心 交通部关心您 大于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于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排清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使命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鹅排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 也是 台湧 吹起疼 相用起疼 五分钟 欢迎回来现场 今天台股大事就是大利光台积电 宏达电都跌停 那我们看宏达电 今天非常惨跌停板 来股价今天跌到168了 高点 近期高点 305 最近最新的高点是1300 近期高点305 今天又跌到168了 光最近市值震化掉1163亿 好惨 大利光重挫 陈宏也很烂 股价又再度跌破400 高点642跌下来到364翻摊又要破底了 这两档股票 请问张一铭有没有跟你讲 来 重播带为证 打包进重播带 比方看高价股好了 来 高价股 有人说高价股到底可不可以买 看你买什么 大利光涨停 对不对 创新高啊 为什么宏达电 不会创新高 特写 有没有看到 反正在这里怎么创新高 不是有答案了吗 这不是很简单吗 为什么陈宏不会创新高 不是转空了吗 转空怎么创新高啊 好这边 刚刚有没有看到重播带有没有跟你讲不能买的 不但重播带有讲 连我的书都有讲 真的吗 这本书叫投资人100问 我们看一下 这本书摄影师摄影一下 来 非常的厚 这么大一本书 好厚 来 我们看看第几页有讲 这里 来 请打开 有没有 请问这个有没有跟你讲 头一边 有 这叫什么 宏达电 高档出现卖讯转空了 有没有 有 早就转空了 还有 我很喜欢讲宏达电 讲了好多次的宏达电 不能买 来 这边有写 来 宏达电 又在这里 来 有没有 宏达电 转空了 高档出现一个两个三个反压 这张什么时候 102.3.6号 有没有 宏达电 转空了 有没有 三个反压已经出现了 有 有 有 在这里 宏达电 其实宏达电 我真的假的不想再讲 我知道很多人今天看到宏达电 又受伤了 为什么 不能买 就空头格局 怎么买 这不转空很久 这是一天吗 投资朋友 这已经好几个月了 为什么成统不能买 这转空好几个月了 600多块钱转空 4月初就已经转空了 到现在 投资朋友 刚刚重播来我想 你都看得很清楚了 我的书你也看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在买这种股票 要做什么 为什么去买这种股票 投资朋友 因为很多人一路买 一路套 一路讲 打死不认错 投资人跟着跳进去了 要买什么 要买跌生的股票 切记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 要记得 因为股市高手 前面说过的话 来 宁愿动死 也不要抱一只赖皮狗取暖 不是说宏达电 这个陈隆是赖皮狗 但是你看到现行 真的跟赖皮狗一样 谈一下都不会 所以你何必去买这种股票呢 你买这种股票 有一天你会受不了了 多头要买什么 要买涨的股票 要买强势的股票 你看它涨 你就要买强势股票 那你买这个跌生的 等它反弹 那如果不反弹呢 投资朋友 那你最后不是受重伤了吗 我想这些股票我都讲过了 说真的我觉得非常的 今天我知道大盘跌 很多人很难过 但是我觉得很光荣 为什么 因为这些股票早就跟你讲了 后许你听我的话 你避开一档股票 后许你少赔20万 一个人少赔30万就好了 有一万个人看 天哪 真的救了无数的人 帮助很多很多需要帮助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 功德无量 每一档股票 后许我讲五秒而已 但是你避开了 你省下何止100万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汇的梦想清单很简单 常用大自然 甜甜山海河汤 逐围捷运战前水岸第一排 源立水济园 我是江汇 我在水济园 大宇国际头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本